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离婚的原因是您说的不上进 是这意思吧 我听小片里说 不像他说的那样 我咋能不上进呢 不上进怎么能生活20年 不上进怎么能生活20年 反问得好 6月份离婚 您提的 我提的离婚 现在您想复婚 对 当初干嘛同意啊 当时我有点大男子主意 有点意气 有点冲动 那就答应离婚了 就答应离婚了 这20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经常提离婚吗 就最近两年吧 就是最近两年 就是有了二宝之后 是这意思吗 在有二宝之前也有 但是不强烈 上面写的这个自由职业 这个自由职业是多自由的职业啊 以前我是那个有职业的 后来就自己出来 搞一些小工程嘛 都是跟借助有关系的 所以在最近几年 一直就没有做的 一直也在要诈尖段 这个他的自由职业就是 讨债等机会花过去的钱 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 好 好 好 人工的原因也主要是因为 他特别懒散 生活的经济压力 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二十多年都这样吗 刚结了红还好点 过了两三年 有了我家孩子 他就生活变得很懒散 那也就是说 有了大宝之后就不满意他 对啊 那为啥还给他生个二宝呢 也不是计划之难 也是意外怀用 我也挺喜欢姑娘的 我先想 以为生了女儿 女儿是爸爸的小妙嘛 以为她会改变 结果她一直也没改变 您是觉得二十多年 您没改变的这个事 有人会改变他了 所以要了二宝了 对 这个要完之后 没多久 这等于就离了婚了 是这意思吧 是 不到两年 其实结婚两三年 我一直有离婚这个打算 就是好多事情造成的 你比如我结婚 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 为了家里面经济 还在上班 结果那个啥 就是领了工资 我回去就 快过年的时候 就给他了 给了他以后 紧接着回他们老家过年 回家以后 他邻居叫吃饭 晚上就是他去了 喝到两三点回来了 我给他的工资 一晚上就花光了 本来计划是第二天 去我妈家 给长辈买一些礼物 结果他一晚上就花光了 就从那一时刻 我就感觉 就是这个人挺不靠谱 没有责任性 我那个时候 就起了离婚的那个打算 等于十几年 就埋了个离婚的种子 这个种子就一直在生根发芽 是这意思吗 对啊 我们那那个封锁 就是过年回家了 这次朋友 弟兄 亲戚 坐在一块儿吃了 喝了 众人花钱嘛 我说那会儿 那个经济输入也不太好 结果这儿自己 一气子下 就没有控制住 就把钱花干了 那这就回去以后 他就把这一点 就一直记住了 一直就耿耿于怀 也不是单方面这个 感觉他结了红之后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就是生完小孩 我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我就去商场 给儿子买棉写 冬天嘛 他朋友来叫他出去喝酒 他就把小孩 一个人放到家里 我给家里打电话 没人接 我就赶忙赶回去吧 赶回去小孩 一个人在楼道里玩 他就把小孩 一个人放到家里 那个时候我看到 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 感觉特别心酸 我说你对小孩 都这么不责任 我是做自由职业的 那么就是说 有好多以后应酬 这些信息也会 肯定就通过 和朋友在一块以后 才能上 那我这时候 我也给你打电话了 我说我要出去一下 那你也能等到 我回来再做啊 小孩一个人多把安全 万一跑得下去 丢失了怎么办 也就是说 儿子在两三岁的时候 您就自由职业了 是吧 那个时候我就 开始也会搞一些个体 行 我这么问吧 结婚二十年来 这个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谁 我感觉就是我 我一直小孩生下 没多久就一直这样上班 一直上班 咱们不说感觉啊 就是客观上是谁 你真是这样的 真是这样的 认同吗 我也有缺德是 我也给家里推 就是我不是说 每个月开资 还要负付钱三万五万的 也给家里推拿 就是您是三年不开张 对对对 开张十一个月 我就是一年 每年就是到了年底结账 我们不是搞这个 借助工程上的干活吗 咱们非常客观地说 咱们今天不置气啊 这个男人给家里挣过钱吗 主要的是你还是他 反正几乎就是我一直在工作 他就是偶尔来点小孩嘛 我感觉连他自己 都关不住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 其实您认为 一直是您在养活这个家的 是这意思吧 是的 这个认可嘛 就是这么多年来 实际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你夫人 是你前妻 这么说比较好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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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认可了 所以其实就好奇了 为什么这次这么坚定要离婚 而且是在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情况下 老大现在独立了是吧 老大现在上大学大二 还在读书 读书 有了这个二宝之后 怎么下定这么大的决心要离婚呢 为什么 我就感觉他那个脾气 就是越来越暴躁了 我不是一直靠推敲吗 就是有一次吧 去外地推销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没回去 朋友都不回去 我也回不去 第二天早上 我早早地没等别人起来 我就回家了 他就一个家就追问我 就是晚上和谁在一起 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很明白了 他还是那样 结果他就上手了 把我推到那个桌子上 那个腿都鱼青了 后来我就把我姐姐叫过来 我就要跟他离婚嘛 这么多年 就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所以这次离婚是因为他跟你动手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当时想的是你作为我的老婆 那么你一夜不回 我肯定要要忘了 那你是干啥去了 你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这个日子怎么往下过 就是不仅对我这样 就是对别人 就是今天冲天的事 我带我姑娘 她和我一起去给姑娘看病晚 然后回来一会儿 小区门口那个门位 人家统一安排 就是出租车不让进去 结果他跟人吵了几句 他就上手了 本来当时他也没工作 生活挺紧的吧 我就给小孩看病 都是进来的钱 后来他又给那个保安赔钱了 那你当时以后 那个原因是这样的 我和女儿以后不是感冒吗 去梳妄业以后 本来都是一伤害挺热的 我要进小区的门口 但是小区的保安不让进 本身平时也能进 但是我说再这么原因 我说小孩有病 你不让进 你说你看 在闹感冒了 最后来我就下来 我当时还在谈 确解也确不到 三次以后 就这个保安就说了 他也不听我的 我就不让你进 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而且他说的话挺难听的 最后来我就动手了 和保安 他和我动手 之前就是之前有一次 他出去跟朋友吃烧烤了 儿子也想吃烧烤 打电话说 爸爸你回来给我带点烧烤 结果他答应了 结果到晚上 十一二点 他醉汹汹地回来了 回来结果给二代烧烤 儿子那个时候 已经睡着了 他把儿子喊起来 儿子不想吃嘛 他就上手了 这我们现在听到的 其实都是 二十多年婚姻的 零星的片段 但是我们把这些片段 组成在一起 大概有几个关键词 已经出现在这儿了 您是认为 你的前夫 第一没有责任心 对吧 一个是从对孩子看出来的 第二个 其实好像在 这么多年当中 他没有很认真地去 挣钱养家 对吧 第二个就是 他脾气比较暴 是吧 对 实际听起来 你对这个婚姻行 不是特满意 对吧 对 那怎么还坚持了 十几二十年呢 我就先想着 等儿子过了十八周岁 上大学 我就打算跟他离婚 没想到 有意外怀疑 比如了 我家姑娘 那这次怎么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离婚了呢 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上进行 而且对家庭特不负责任 去年国庆前一天 其实二十 十几二十年不都这样 不负责任过来了 怎么也 怎么不上进 去年以后 我们有了二包一盒 过来百岁 我就出去了 因为就是我在家里头 等着老等着要钱 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说我出去早点活 是打工吧 最后从去年以后 六月份出去 干到这个九月份 正好罚了一万块钱工资 也是给朋友帮忙 朋友招呼的 给了一万块钱 就正好小孩上学 就是国庆就回来的时候 我想回去 当时正好朋友有点事 他那儿有点忙 那当时我也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国庆 在这个帮忙的过程中 我发生了点意外 就是火灾吧 就是把自己烧了以后 烧成这个五级香残 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 就一直也已经想工作 我的腿不是烧坏了吗 在这段时间 他就是一直说离婚吧 当然我这个就是 蓝人马居那种脾气 他烧伤以后 那朋友送过来 也没怎么管 歇好协议也 过年啥都没过来看 也没按那个协议上的旅行 所以我让他起诉 然后咨询律师嘛 就是五级双残 就是说肯定95%能赢 他也不听我的 他也不去起诉 最后离婚以后 他写的给儿子 聂大学生活费 给女儿每月两千块钱 他到现在也一直没给过 而且我儿子开学那个学费 都是我自己承担 我再问几个问题 你们买房了吗 买到是买了 但是买了房之后 他要盖那个办公楼 他就把那个房产 都抵押了 抵押结果五年不还 我还不了 怎么是不还呢 那能还了 那外头有钱 我也在外头 现在我去到人家 要人家也是没钱 你现在欠很多外债吗 别人欠你很多钱吗 外面欠我也就是 百事来办 我欠也就是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好 你们离婚的协议构成 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有的债务由谁承担 所有债务都有他承担 财产呢 财产也没啥财产 怎么想出要复婚的呢 我是感觉就是 就是感到离婚在这段时间 一直慢慢地想起了 对方的好 再一个我关键还是 对这个女儿嘛 不想给她造成 这种负面影响 我想给她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说 想把这个家庭 重新组织起来 其实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个摆在这儿了 有情感上的问题 确实有 先生确实也有问题 这么多年有问题承认 对吧 现在现状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小女儿 要不要共同在一起 再生活下去 还是分开了生活 可能会更好 那应该怎么解决 这些现实问题 和情感的问题 你听老师的意见 好吗 我们一起进入 《诸比特问卷》 两位好 老师好 一段21年的婚姻 看似 一直以来都很平静 但其实你们生命当中的一次转折 就是这个二宝的来临 对于女人来说 生孩子 是很敏感的一段时间 你所有的这个思维水平 激素水平都不一样 你会对所有的事物的感受都加倍 所以生完孩子以后 开始重新地思考你的人生 甚至连大宝出生那一段时间 他的种种不好 都又重新地翻过来 在你自己的心里 你忽然间觉得 自己好像活明白了 很多事情 是该做一个了断了 经济在婚姻当中不是全部 但是它是基础 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话 这个房子一推就倒了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的样子 而他表述的你对他不好 说起来就是您的暴脾气 我听到了跟保安也打 跟老婆也打 孩子吃个东西也打 这二十多年 您一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几乎就是这样的 对 他没有办法再忍受这样的婚姻了 因为你负担了大宝 二宝的生活 你不想再负担这个三宝的生活了 在你们家里 您要是真的想跟他复婚 我觉得最起码的前提 在他心里 就是你起码要把两个孩子的 生活费给到他 他可能才会考虑 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吗 会有的 我现在也在做一些 也在做一些事情 通过这个事情 对我的打击也很大 所以感觉到 还是得靠自己努力吧 人生就是这样的 三起三落 可能站在巅峰 也可能身处低谷 您现在就处于 这种低谷的状态 但如果你自己不决地 崛起的话 我觉得你太太 可能是没有办法 伸出这只手的 我们不会去判断 赎是赎非 因为在生活当中 自己的苦 只有自己知道 它肯定压力也很大 但就你们目前的这个关系 处理起来 如果想要改变 可能就是您这是一个 切口 在你们这段失败的婚姻当中 男士学会了成熟 女士懂得了艰难 而不管是 女人在深夜里流下的泪 还是您在我们舞台上 撒下的这些泪滴 其实就是你们的毕业证 这段婚姻结束了 如果想要再重新开始 只能重新参加考试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这个李大哥好 李姐好 刚才在两位 这个整个的这个对话当中 李大哥一直在强调 我不是没有上进心 我有上进心 但这个上进心 要怎么体现出来呢 我觉得核心问题 是在李大哥您这儿 因为我觉得李大姐 真的不容易 现在他一个人 要养儿子 要养女儿 如果您的再一次回归 是不是真的要确定 再要继续养您 就是怎么样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您的上进心的 这种存在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 最至关重要的问题 希望两个人 可以继续走下去 但是核心问题在您这儿 看您怎么做调整 只能送您两个字 加油 好 谢谢李老师 生活不易 夫妻要同舟共计 李大哥你想一个问题啊 你有女儿 女儿未来会长大嫁人 她嫁人 嫁一个像您这样的先生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你还会让她复婚吗 自己去想 我通过李大姐想到了 现在有很多的女人恨嫁 为什么 因为她们看到了一种 婚姻的情况是什么 洗衣煮饭 我一肩挑 工作孩子 我两手抓 我饿了有外卖 出门有滴滴 我回家还得伺候一大爷 我结婚干嘛呀 我一人过得特别知足 我结婚干嘛 我要这老公干嘛使 这就是很多目前女人恨嫁的 一个现状 确实 因为现实的原因 可能就是压到你们婚姻的 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 如果你没有能力去 挣那么多的钱 养活他们女儿仨 那您就在精神上 给予他们更多的爱护和关心 但是您恰巧在两方面 都没有满足她 让这个女人 哀默大于心思 因为她跟您在一起生活 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她不知道未来的路 该走向何方 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时间节点 她选择离开 有一部分人可能 会用唾沫淹死她 因为在您受伤之后 说这个女人心狠 在你受伤了 就跟你离婚了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 这个结果之前 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为什么她脾气暴躁 因为她压力大 能力不足 所以她脾气暴躁 她无处可发呀 她只能把这些压力 和生活的这些不易 用脾气来解决 要不她无处释放 所以这个婚到底付不付 我觉得经济上的困难 不是一时半刻能解决的 但是情感上的缺失 是一定可以弥补到的 如果你让她感受到了温暖 我相信这个女人 不是绝情的 因为毕竟有两个孩子 所以就好好考虑一个问题 您的女儿碰到这样的状况 你会怎么劝她 谢谢 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复婚 真的想对对方好的人 其实复婚这个形式并不重要 曾经是夫妻一场 她如果真的想对孩子负责任的话 完完全全可以负得起来 一个大老爷们 可怜又可恨 可恨的是你自己 把自己做成这样 可怜的是你现在身负重伤 还背着一些债务 同时还面临着 妻离子散的这样的结局 这都是你自己一手促成 如果说婚姻在前二十年的时候 它只是对你不满意 经济还支撑得下去 那么这个女人 已经把标准往后退了一步 到了后来 经济也没了 你又受了伤 所以这个婚姻 已经是名存失望 那如今你又要复婚 这女人今天愿意到这来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心软 你这么多年来 其实就是在利用她的心软和妥协 那些所有指责 这个女人说 把债务推给男方 看着男方身负重伤 依然要决意离婚 这是狠心 我觉得这些人是不经过脑子 其实人的情感就是一年一年 一件事一件事 慢慢慢慢消磨掉的 即便最后变成无情 也是可以理解 这是你造成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复婚其实并不重要 这个形式一点都不重要 而关键在于 你是否真的心回归到了这个家庭 愿意去负责任 总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是你让他能够看到希望的那一天 就关键看你自己怎么做 这日子再往下过的话 你会越来越难过 你也知道自己的明天到底是什么 所以即便想要复婚 也永远不要挂在嘴边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软化 其实说白了 你这辈子是吃死他 你想想看 这么多的债务 这样的情况 他还愿意跟你到一个公众的舞台上来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对吗 他若是真的无情 你连他的面都见不到 如果我今天是你 我什么也不说 尊重他的决定 该干活干活 该交钱交钱 其实交钱多少 负担多少抚养费并不重要 关键是让他看到希望 好吗 好 就这样 别着急嘛 急没有用啊 你得站起来啊 你那个时候决定是对的 就当他提出离婚 您承担了一切 然后走 在我看来是在二十多年的婚姻当中 你算成长的一步 就是要承担 如果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能够让他活得更轻松 能够让他生活得感觉到快乐 其实这个婚赴不赴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 而且你也不用着急 他肯定不会着急 这说这两三年就带着女儿又改嫁了 是吧 会吗 没有那个想法 所以你加油站起来 对 好吗 好的 对他们好 让自己站起来就OK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不管怎么说啊 就是以前磕磕磕磕这么二十来年都过来了 通过分开以后也想到了你的好 然后呢 我又想到了这个小孩 所以我想就是说 为了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吧 想和你铺铺 希望你给我再次机会 好 时间到 不做结论吗 不做结果吗 日子还很长吗 其实我也相信 今后二十多年 俩娃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行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请开门吧 你快把这个结果还给你 再次再次阿包 对这个结果失望吗 嗯 有点失望 有点失望 那你还愿意加油 让他们幸福吗 愿意 谢谢你啊 加油 谢谢 清辉